这群人正在逃离恐怖分子的追杀 娇滴滴的女大学生说自己太累了 要让前面的雇佣兵帅哥背自己过河 叽叽歪歪吵嚷中 突然窜出一头鳄鱼一口吞掉了女大学生 7.62毫米的子弹打出去就是浪费了 他们的任务是不送目标人物安全撤离 只有选择徒步前进 找到安生地点寻求解救之法 雇佣兵救的是州长的女儿 他们知道就算间隔万里 那些恐怖分子也会找到这里 夕阳照耀在这片大地上 小草显得那么茂密 树木也是格外的绿 两人发现了一个室外桃源 出奇的安静一个人没有 夜色变深 雇佣兵带着两个女孩暂时安闸在这里 他们要在恐怖分子没来之前 联络到总部来接送他们 望远近近水 要找米团来吸水 黑人大笑 队长分配任务 看在四周是否能找到无线电台之类的东西 队长两人找到了一处铁楼 还有血迹打斗的痕迹 从屋里的摆剑 知道这是一处狩猎场 从地上的两局尸体 貌似这场灾难就发生在两天前 发电机损坏 刚才的地洞是狮子袍的自己跑出来了 突然 队长发现随行的大卫不见踪影 只在地上看到他留下的手电筒和一个空酒 队长找到了大卫 走近才发现大卫已经断气没了声气 不远处的草里间传来了低沉的嘶吼声 队长拿枪对着这头母士不停地射击 中国雇佣兵主动出去查看情报 犹如梦境一般 一头大象从他身边走过 可谐的景象过后大梦出现 中国雇佣兵的奋力拼搏留下了一条命 他们知道自己被母士袭击了 不过雪上加霜的是 恐怖分子找到了他们藏身之地 准备活捉人质灭掉这些雇佣兵 而雇佣兵这边总共加起来还有六发子难 不过在他们的努力下 找到了发动机并成功发电 利用电台与外界取得的联系 但救援队抵达这里最快也要明天早上